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很多人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 而且这种慈悲修到一定的程度 要上报四重恩 要下祭三图苦 大家知道三图苦都知道了吗 对不对啊 那么上报四重恩 就是让我们知道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 我们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 你今天慈悲了吗 你上报四重恩了吗 你看看看 你们四重恩 佛的恩你们报了吗 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 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 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 你们生出来一生给你们接生就是众生恩了 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你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 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你才能成长的 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也是大家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每位佛他的成功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还有护法神啊 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切就要感恩别人一切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和事物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